三藩市 聯合行動打擊市內毒品市場 加州州長劉森為打擊三藩市內分泰離的繁運活動 早前授權將加州公路巡警CHP 和加州各民警衛隊的人員分配到三藩市 連同加州司法部、三藩市警方、三藩市地檢處 將於今日開始聯合行動 行動的重點是打擊三藩市內分泰離的繁運活動 破壞致命藥物的供應 並追究販毒集團的責任 作為這項新行動的一部分 加州公路巡警將重點放在三藩市的關鍵地區 粵田德龍區內的毒品市場 除了補充警方執法工作外 CHP將支援警方的調查 以打擊複雜的販毒網絡 並破壞非法鴉片類藥物的繁運 CHP還會為警方提供額外關於對毒品的職業培訓 以協助警方調查、阻止 和預防市內與毒品和酒精有關的罪案 CHP也會在三藩市內的關鍵區域補充警方的巡邏 而加州國民警衛隊 則會在幕後分析情報 根據資料顯示 三藩市內與芬泰尼相關的死亡案件 數目以驚人的速度上升 僅在今年1月至3月 因藥物過量死亡的人數激增了40%以上 而與芬泰尼有關的死亡案件 主要集中在市內的田德龍區 和藍馬劇街的毒品市場 這也是這次行動的重點 加州州長劉森表示 本地社區不歡迎販賣毒品、槍枝和人口的人 都是發棄這項行動的原因 並不是要將吸毒的人定罪 而是要取代傷害民眾的販毒集團 天下衛視記者李子逸採訪報導